广春城建设 广春城建设在投钱重画区 推出新大楼宇春城 食品乌龟化 着重在通透开阔的设计 让空间更加放大 走进这个空间 它让我直接想到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跟我以前在纽约居住的房型很像 它属于一种比较开放式 可是又是在一个属于平树 相对来说不大的一个空间里面 我想采用的方法 也就是说怎么样在小地方 可以看起来又把视觉给弱化 又可以把它的空间的尺度给最大化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砖角的地方 我们都是用这种前后拉伸的弧度 去做一些夸张的视角 把所有的空间的框架跟比例 全部是串在一起 它同时间又会定义说 我们整个空间布局的这个动线 那动线来说不一定是要一个 石墙把它给隔出来 而就是说我们透过一些软装家具的比例 在跟我们天花板的造型或是墙面的造型 去做一个互相呼应的关系 隐约的就可以把所谓的空间的这些领域性给区分出来 这个圆其实代表的不是一个装饰性的一个意义 它纯粹是希望说在一个比较相对死板的空间里面 让它有一个延续性 那延续性可以让整个空间无限放大 在这个空间的规划的时候 我们是用开放式的空间 那比较不同于我们一般常看到的空间规划 我们没有一些比如像一些柜题 像写柜电视柜 那我们在客厅餐厅跟厨房的三个空间 都是才比较开放通透式的设计 我们希望说在我们这个四米巴宽度的一个空间 那在日光照射进来的同时 我们希望就是可以以料理为生活的中心 那跟餐厅区跟客厅区去做一个生活的联关 看到这个空间的话 其实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柜题 那在我们门后方的话 其实我们有做隐藏式的鞋柜 那包含隐藏式的鸡柜 那在两间卧室的空间的话 主卧室我们有做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更衣间 那在四卧室的话 我们就是利用做上下层的概念 那让下面的空间 我们保有一定宽敞度的活动空间 然后也有衣柜的收纳 让在上面的空间的话 其实我们也不会觉得到压迫 我们下属的朋友们就会看到这个空间的一个更衣柜